大家好 又來突然間 即興又來一個Facebook Live Alvin 阿里皮居 創辦人 現在負責人 Brian 其實我們現在出的 《逆戰復償》系列的時候 Brian就是寫手 編輯友寫手 剛剛寫完Alvin的故事 待會我們訪問他 訪問後的心得是甚麼 不過之前 可以進去 Alvin 先兜一圈 是甚麼 裡面有甚麼 裡面當然有皮 皮袋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很出名的 蓬佛藍系列 蓬佛藍系列 今天主要在這裡 我想說一下 怎樣做生意 有十個P層面 為甚麼當初創業也好 preparation也好 pricing也好 product也好 我們有很多P 先介紹一下 好 我們現在這個地區 就是我們的DIY區 就是給很多喜歡做DIY的愛好者 買些工具 回家再製作 另外這邊 你不想沒時間 或者沒時間製作DIY 也不要緊 這邊就是我們的成品 成品 這裡是成品 成品你買了 可以借一些字給你 或者幫你黑名 黑上去 也是一個個性化 其實有你的名字 也是挺特別的 沒有時間就可以買這些成品來做 明白 另外呢 再到這裡 這些就是原材料 我們剛才說的皮 皮革大部分都是意大利入口的 都是進口皮料來的 另外這一部分 其實很多人會喜歡看的 因為這個是全部皮革護理系列 因為一般香港人很少會做皮革護理 變相都幾多人會走來買的 尤其是到差不多現在就是發毛的梅雨天 發毛之後就很多人會過來買 不是我們這些 我掛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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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掛高一點 這樣會好一點 這個就是主要我們的皮革護理系列 到時候發毛之後 大家都可以過來找我給你一些意見 好 這個呢 介紹一下這個 這裡是比較重型的機器 這個就是我們的薄皮機 如果你說我們可以給人用的 應該我們全香港都是第一部 可以給外後者用這部薄皮機 好 我剛剛看到你薄了一次 可以 什麼叫薄皮機 什麼叫薄皮 我想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薄皮 那我們開機試一下 你這個 那這個薄皮那薄什麼呢 什麼叫薄皮 你看這裡是1 1就是1mm 我們先放下去 不薄完 那就是把它薄開了 破開了 那這裡薄了 那這個就不要了 哦 有時候做一些薄一點 都可以薄薄 明白 這個原本就是一條 一條的 有不同的厚度都可以做到 明白 那就是薄開了 是的 OK 多人找你薄皮嗎 都多的 因為沒有什麼有這部機 正常家裡 家裡不會放在這部機 是啊 是的 好 之前我們再多走一會 我看到Brian站在這裏 是 剛剛Brian做了一個多小時的訪問 訪問了Alvin說創業心得 如何逆後復上 Brian 輪到你說一下 你的訪問後的心得如何 覺得你賠償了 等一下我們再走上樓上 再走多個圈 好 首先我要多謝Alvin 多謝你 你等我這麼久 都是你給機會 也多謝Alvin 接上採訪 其實我的感覺是 我的感覺是 剛剛Alvin跟我分享的故事 他講了可能 大南街這十多年的變化是怎樣 就是由一個皮革的街 然後變成一個文青街 咖啡街 然後再變成可能現在人流就少了一點 但是整個感覺是怎樣有不同 就好像一個偏年史一樣 就講了那個起承轉合 即是現在呢 即使在疫情之後 究竟對著人流下降了 或者遊客少了 那我覺得Alvin說得最好一句 是什麼 只要你有一門工藝 你的手藝好的話 你一定生存到 對呀 一門工藝 對呀 施警師小強都說 幸好他也有一門工藝 是啊 因為這個是最重要的 沒錯 而且是你自己 別人拿不走的 嗯 所以我想怎樣都好 無論對著逆境 或者是上境都好 那門手藝 那門自己的技能 是最重要的 我也希望我自己寫的那個技能 可以幫自己謀生 對呀 所以大家找東西寫也好 我知道我Brian也做了很多 夠問題 做了很多marketing 因為有東西需要也找他 我有contact打賣 你們找他 謝謝 有什麼好處找他 但是走多一會的時候 再說一下這些門生 是怎樣的 今天我想多說一些 皮革在香港極少人做事 尤其是80口 我也叫做年輕人的師傅 是的 所以為什麼你們來了這裡 當初創業原因 或者你的產品 如何定義 如何包裝 由工作坊 如何變成一個自家的品牌 等一下再說多一點 可以再走多一會 再走一會 看看我們有什麼 可以上去看看 工作坊的工具 那些貨 那些皮袋 再上去 這位是小手 小手 馬上走就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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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收到 應該收到 這裡一定收到 那這裡就是我平時 教班的工作坊 還有我自己 叫做創作的地方 我就會在這裡做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 之後就會 最後出一個產品 是的 但是你做完 那不是你做完 不是你做完 我通常是我的想法 我會大概 這個袋 我會想 那裡用哪個顏色 然後就會拿給師傅 師傅幫我砌出來 是的 有些部分我都會自己做 例如一些染色 這些 這個其實是一個版來的 我都會自己砌一次出來 我覺得OK 適合尺寸 就會再找師傅做 或者一兩隻都會自己做 嗯 明白 可不可以 剛剛我看到你 好像做一些 你怎麼做呢 這些好像 其實這個是 因為剛才有一個客人 我訂了幾隻 這個是放一個 火機 是的 大家應該知道 這些火機 其實攤回來就是這樣 嗯 就是這個 是的 其實是一個砌出來的 這個就是 是的 我主要就是做一些樣板出來 做完樣板 然後我就會生產 或者是小量生產 或者大量生產 都會有的 明白 好 隨便介紹一下 這個工作方式有些什麼 這個工作方式有些什麼 很多人問我 典學 我的師傅在小裏 就是靠 這個不是 是的 我的師傅在小裏 是的 其實我一開始 主要是自己 都是看書學 因為我比較喜歡日式的東西 大部份都是日本的 你認識日文嗎 我認識日文 我不認識日文 認識圖 大家看很多東西都是看動作 看圖 始終 不過這樣說 日文其實有些字 我都會理解到的 你不一定明白 不好意思 好白癡 隨便看一本 好 你也是看這些書 這樣學回來的 是的 因為其實它是每一個 step by step 這個不是step by step 你有這些 step by step 是的 有上step 其實你大致上 都會理解到 它的步驟是什麼 因為我們不是從零開始做 是的 我都是這樣看圖 就知道 step by step 這樣學 其實很容易做到 但你要有心機時間去研究 是的 真的有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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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三個女兒 15歲 14歲 11歲 我三女很喜歡做這些 就是經常在家裡做手作 或者做一些公仔衣服 是的 日後過了幾十年 可能你的競爭 可以可以 你的競爭對手 說笑 不記得我都老了 到時你都老了 我教他 說笑 我想你一說皮革工藝 他很有興趣 想學多一些 再繼續說完 然後 這裏都是我整版的地方 或者喝東西的地方 而且平時有這些工作方 都是在這裏 是嗎 工作方位都是在這裏上的 我都是喜歡小班 只能兩三個 因為泰人 當時你無法教他 你小班專注地做 他又會學得多些東西 我又可以教得開心 好 我們先到下面 繼續講一下 上面就是你的工作坊 你自己做的地方 再到下面 下面就是主要賣 下面就是零售 好吧 我再到下面就慢慢講 小心 好吧 好吧 反而我覺得很有趣 Albert可否解釋一下 這些一塊塊的皮是怎樣 整個流程是怎樣 你買回來之後 之後就怎樣加工 這些是怎樣 可否解釋多一點 皮其實很多人都經常問我 如何分辨真皮 假皮 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現在的假皮 我們叫做PU 其實是做得很真 唯一容易做的 是拿火器彈去 看看會不會著火 會焦 但是你不會這樣做 要你買一隻袋 很貴 因為我們手工用的 主要就是直油甲 直油甲 直油甲 其實我們 你可以近一點 你看看 我按麥克風 是會有痕的 即是我們叫做 會用到它殘殘舊舊 很Vintage 就是這類的皮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的 因為它一刮下去就有痕 有些是不喜歡 它就會買一些有coating的皮 即是我們叫成品皮 一般市面上的手袋 通常都會用它 因為它是很穩定 譬如它不會有那些雙巴 我們叫做這些 因為我們這些全天然 它就會有雙巴 會有那些我們叫做 血管紋 等一下 應該在這裡 要放大小 這些紋路 就叫做血管紋 其實這個就是 那是好還是不好呢 你喜歡它就好 你不喜歡它 那你就不會用它 但是因為本身這個皮 它的特性 就會一定保留它 原本的皮 最天然的部份 即是它沒有遮瑕 即是它沒有化過妝 我會這樣說 但是一般成品皮 就會噴了紋 會蓋上紋 明白 即是大家在街上 買一個袋子 會蓋上了 明白 好 找個地方 我們之前走太多 找個地方先拍招牌 讓人知道我們在哪裏 還有我知道你 招牌前 你現在主力推出貨品 我們現在出現一個系列 就是香港的系列 就是紅白藍 是一個皮革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 是不是膠 不是這個是真皮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皮料 看上去其實它有少許凹凸 可能大家要摸上手才知道 是啊 它不是一個平面 很邪皮 摸上去 有少許像 因為它有凹凸 有層次 我叫做 這個面料 差不多我們用了半年時間 來和一間皮廠合合作 做出來的 我們這個系列 做出來之後 我們就做不同的袋子 現在這個 比較最新的 跟一個香港的一個品牌 另一個設計師 合作這個鐵集花 這個我們接下來 六七月都會有得買 品牌叫做NovoGuy 這個叫NovoGuy 一個香港的品牌 紅白藍都代表了 我們香港的堅毅精神 都想延續到這件事 賣多少錢 不算 大概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 貴還是便宜呢 這些Tap 大概是三百多元 你說它貴又不太貴 是啊 看你怎樣看 看大家怎樣看 對每件事的價值都不同 好 出來先 撐住你的招牌 稍微講一講一下 由這個 阿里提巨的開始講起 這個其實很多人都問 是木 其實這個是皮 是嗎 這個是用皮釣出來 有個朋友開張送給我們 全部用一塊皮 然後再割出來 是啊 質感很強 好 那我先出來這條街 給大家看看 你的店舖 很重要 因為經過你的店舖 要認得 沒錯 沒有辦法 不如先講一下阿里皮具 我經常覺得創業先講兩個P 就是當初為何你會創立這間公司 講這個皮具 你說的是應該十多年前的時候 沒錯 我經常形容有兩種Factor 一種叫Push Factor 一種叫Pull Factor Push就是被迫裁員 去創業 沒有得了 或者Pull Factor就是 你真的很喜歡皮具 很喜歡手作功夫 而去創立這門的新 可否解釋當初為何你創立 我應該就是後者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自己下手做事 然後就找到皮具 因為皮具的可塑性很高 銀巴 做電話 做裝飾 建築的Art Web 都是用皮革做 變成它的可塑性比其他物料都很高 即是比布那些 它做到很多東西 變相因為自己喜歡 而做了十幾年 我現在一樣都是喜歡它 沒有不喜歡它 而且會一直延續下去 因為其實現在自己都一直在學 很多不同的造皮的技術 有時候去日本學了 做一些立體的化妝出來 其實自己一度只會學習 做不同的新的東西 或者跟人學 也是要的 趁這個時候問一下Brian Brian 你剛剛站在那裡 你問了Alvin這麼久的時候 你覺得Alvin的造皮的熱誠是怎樣 你感覺嗎 我覺得有一件事 剛剛不是說到日本的 我會想起就是匠人精神 它是有一種獨有的熱誠 你不是只想做trading 不是想做買賣 因為你想真的 將你自己的理念 那個概念灌輸給這裡的社群 灌輸給不同的人 因為剛剛有說到 你有擺過地攤那些 其實都是一個很特別的舉動 對於我來說 是的 輸了 這個匠人精神 非常之重要 但我感覺做皮具 我不知道對不對 好像感覺 有人感覺比較直揚的行業 現在還用皮 現在有很多新的物品 其實我經常都問我 為什麼你賣皮不好擺 我們這樣想 一隻牛最值錢的部位 不是肺皮 而是肉 其實皮是一個recycle 因為它都是 你們吃完肉 然後皮是副產品 只不過再加工做我們自己可以用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環保的東西 而不是一個你為了拿肺皮殺了它 其實皮本身 肺皮是一個沒有人要的東西 對 只不過你將它做到 再可以長期用 所以當初 我想創業的時候 都是你自己 可能追求夢想 本身你對皮藝的時候 都有很大的興趣 再拍過來看看 你們公司的門口 所以來到你門口 最門口的時候 就是一些皮 有些什麼 十元塊 這些皮稅 這些皮稅 其實入場門檻可以很低 不一定說你要買幾百元幾千元塊皮 幾十元塊皮都可以有 就可以了 但是當初 那怎麼說開就開呢 preparation 你之前不是做開這行的 你之前做開什麼 其實我以前是做model model不是走攝影機拍照 看不清楚 沒錯 以前就是做建築模型 建築模型 就是大家現在買樓盤 看到一塊九高的樓 其實以前我就是做那些砌出來的 其實那些以前就是用膠水癡 其實現在皮袋就是用線縫出來 其實原理上是很相似的 就是有時候大家做一件事 將那個東西改一點 想一下 其實就變成了一件新的技術出來 沒錯明白 所以現在就 以前做開model 但是現在你把皮 變成以前的model 一團團團團的 其實你要我組出來 其實這個也是我組出來 這個也是 不然都有很多模樣在這裏 這個區的新式店舖 都會用 新式店舖 對 你組出來 對,讓我砌出來 好,進來了 講一下你現在主打的產品 是不是所有在賣的? 你主打是甚麼? 當初開始你是做工作坊 對,沒錯 可不可以解釋多一點 由當初你自己創立有一個partner 如何入貨的皮 如何找這裏 你遲了工作,老闆說我不做了 當初是怎樣 那時候我剛剛在十幾年前 我們都是在做工作 然後自己因為很喜歡 在工廈租了一個小單位 自己就拿來做東西 做皮 打到差不多 你真的很喜歡 對 自己拿自己的工作的錢來做個興趣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然後再做一下就發覺 不是,放了上網 很多人問可不可以教我做 但那時候我不想賣自己的東西 因為很辛苦做出來 然後很多人問可不可以教我做 然後說好,你來教你做 於是者就整整一下 要儲就儲了一班客人 教他做即是收錢 即是收學費 即是收學費 教你整個皮袋 即是收學費 要不要計算多少錢 以前大概都是四百多元至四五百元 還要問你很多問題 你方便答方便答 不方便答不方便答不方便 都是幾百元的 以前做一個袋出來 有些人覺得做完挺有趣 然後繼續做 或者有些客人甚至乎跟了我幾年 他們一邊學自己的手藝 然後就會自己買料做 那裏都教了應該有四五年 教人整皮 然後再開始 其實已經叫做 市面上都是很多同類型的人 開始教人整皮 即市場開始飽和 然後就開始想 其實我自己買材料買工具 都很困難 因為我都是在日本台灣自己訂回來的 不如找人找些partner一起 即大家有些朋友 不如我們大家做一間店出來 就是供應給一些學生 或者是一些行家 好 讓他們可以容易買這個材料 不需要經外國買回來 當然可能會貴少少 但問題是他們不需要 放在我身上 變相當時開了在大南街 那裏 給大家看看大南街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站在哪裏 現在就是大南街 整條街很多時候做的 什麼皮具也好 什麼紐扣 電器 一些文青的cafe也好 那邊就是基隆街 向過來 這條是石杰尾街 石杰尾街 石杰尾街 那邊是石杰尾街 那邊就是西九龍那邊 西九龍那邊 那邊的大南街便便便便便宜很多 是那邊買地攤 那邊打地攤 向這邊的大南街 就是太子方向 那邊是界限街 所以這段大南街 零零細細 比較文青 輕鬆一點 做皮革 有時候 疫情期間 很多香港人都特意過來消費 現在遊客都會有所過的 因為那些咖啡店你見到都挺帥的 你看看 很多很帥的咖啡店 手作工作坊 肥租 很多這些都附近有見到的 有很多的 所以這個位置特別不同 好 所以你當初就選了來這裡 然後本身大南街的歷史 本身是一個原材料批發 做皮革五金其實沒有人不認識的 這條街 反正它有個歷史 還有剛剛進來的時候 它的租金也算是便宜 因為那時候很多急舖 因為剛剛那時候 搬了回去國內的廠 對 然後做批發 物料的時候全部都收拾 尤其是基隆街 全部做的布料的時候 都收拾了 現在都沒有什麼 那些五金布料 好 好 再陪你講講 所以你買的產品 當初由主力是工作坊 教別人做事 還是做皮具 就是慢慢建立到自己現在的品牌 剛才現在就主力去推這個NovoGar 是 講一講你的產品 是靠什麼賺錢 買什麼賺錢 其實以前就是賣材料或工具 你都是賺過差價 即是內料 材料工具 即是來內貨 對 那你就貼上一點 你賺到差價 賺到差價 然後 因為玩的人越來越少 我們就開始做一些品牌 這個品牌 其實它的價值是很長遠的 還有我們現在做這件事 就是這樣說 這隻面料應該 不用做 我站在這邊 這個物料 即是紅白藍這個物料 做在皮革上面 應該是暫時只有我們做到的 因為我們跟廠是很熟 它簡直是圓塊皮 幫我做了pattern 然後我們再做袋 就不是做袋子 再做這個pattern上去 反應就是很多人都見到這個物料 不是膠 即是它覺得這個是膠才做到 但不是這個是真皮 還有紅白藍是我們 這個香港人陪伴了我們左右 即是你譬如 從小時候可能搬屋紅白藍膠袋 到現在你見有些店舖的遮魚都是用紅白藍 其實你用在身上的東西很少 那我就想 不如反正我們香港的精神 都是肯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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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精神 那就將這個紅白藍 繼續延續下去 在我們的身邊可以使用到 是啊 你不需要 我不知道是說對還是說錯 如果隨便拿一個袋子回來的時候 永遠做生意都是三種方法 要麼做批發 要麼做零售 或者是自家品牌 一般如果批發量就會大 不過那個margin 模擬就會比較低 可能低至5% 8% 基本上一成都沒有 這個批發 但如果做零售 一般你賣100元 拿回來的成本價 可能40元 50元 50元以上已經很難做 基本上做得零售 通常做得這袋子 我猜 不一定它 不過一般通常利潛的時候 你裝一對一 當賺五成 但有時候要折扣 你要明白 要去貨 要壞貨 但如果一般做自家品牌 通常看坊間也是 這個自家品牌 真的比較響一點 通常他們的利潛 就去到八成、九成 起碼都有七成 但記住 他利潛是這樣 但他要花很多時間 建立品牌 背後的品牌 建立 之餘他有廣告費 要打 那些是很多人看不到的 那些廣告費是看不到的 就是純粹看那個袋子 你感覺好像 100元就賺80元 但現實地 背後他有很多廣告的費用 發展品牌的費用 工場的費用 養著員工的費用 你計不到下去 所以永遠都是 批發的層面 可能利潛 毛利 Growth Margin 就賺5-10% 如果是零售 可能是4-50% 如果自家品牌 可能是賺70% 80% 甚至是Chanel 去到90% 就是看你的品牌 那些 但是品牌越強 那麼利潛當然越高 品牌越弱 當然越低 大概都是這樣 但永遠都是 生意難做 批發也好 這個自家品牌的時候 都要花很多時間去經營 所以這個 就是你們的自家品牌 要花很多時間 當然打一個廣告也好 給客人認識宣傳的時候 這個就很重要 不是放在別人就會去買 沒錯 因為當初 你當初研發自己品牌 怎樣研發 其實我們這個 這個面料差不多研發了 怎樣研發 你不是這樣打一個Novo街 就買的 我們差不多研發半年 這樣說 我們已經對皮很熟悉 我們都要研發這些物料 半年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事 因為我們面對很多東西 首先這個東西 刮下去會不會掉 會不會防水 其實很多 我不怕你刮它 不會掉的 我要做很多的測試 即是刮磨的測試 因為你在皮上面做立體 我們是一個都很困難 因為當你是貼上去 其實它的磨合度 其實我們全部拿去做測試 即是磨合多少次 另外第二個就是我們那個 這個油癮性 即是你截它 屈它 它會不會爆 有些你這樣一截它 已經可能爆了 我們會試這些測試 所以最終 我們試完屈完 它不難 不耐磨 我們才會再出了這個物料 這個是一路同廠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跟它配合 他們做了幾十個樣板 給我們看 我說不行 要改這個改這個 甚至乎格仔的密度 顏色的色差 我們都已經控制到100% 對 明白 舉個例子 我看到這個鎖匙購 就賣380元 我和這個袋子 有價錢 就賣3680元 但是又現實地 你自己的品牌 通常都是外面 看到很多公司 發展自己的品牌 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就是當你的量做不到大 你成本其實很貴 沒錯 我猜 你做100個和1000個 成本其實差不多 不過問題就是 賣1000個和100個 利潤相差很遠 賣100個就虧 賣1000個可能叫微利 賣10萬個當然就是大錢 其實量就有很大的挑戰 其實都是 因為我們現在做的量 其實都不好 因為我們差不多 這個系列 根本沒有做得差不多 你怎麼這麼做 你要做一隻 我們可能做兩隻出來 我們都不會太多 因為我們最主要 我們跟一個香港 很有經驗 差不多五十多年 師傅合作 他本身年紀一大 都做不到這麼大量 但是我們都堅持 不行 要在香港做 因為這個紅白藍牌 因為我們在香港 我們不是丟回去 給國內的廠做 我想問 好像這個檔 現在是3680元 我現在想買10個 買20個 送給公司的客人 是 意思是怎樣 其實他都做不到這麼多 做不到 你可能要等 你預定一個 我們都要等兩句 是啊 這麼厲害 我不怕你不買 但是問題 你等了就等 是嗎 因為沒有人做到 沒有人做到 沒有人做到這個效果 還有我們這個是 跟另一個品牌 Course Over出來 大家一起都要想 推動這個香港的精神 是的 我們並不是說 你買一千個 我們都不想你買一千個 然後拿出去炒 拿出去買 我只是想你買 你真的很喜歡它 你說做了一個50年以上的師傅 他真的是手工做的 做出來 是的 有客人怎樣處理 有客人我們會寄給他 有客人會寄給他 有客人會寄給他 因為我之前都有幾個日本客人 都很喜歡這個款 他每兩個月會理事香港 你下次拿一遍 我做好寄給你 有些人就心急 我只要這隻 好你直接拿我們的樣板 都可以 對 所以你現在產品的時候 當初是一個工作坊 現在就開始 我聽到他主力就是做這個自家品牌 是的 那個轉變是怎樣 其實都幾大 因為本身我是做 其實這個叫做手作業 手工 你都是入貨轉賣 但是現在開始做一個品牌 其實品牌牽涉到很多東西 你原材料 然後你加工 然後另外你說最難做的 就是我們去宣傳marketing 然後再推出去給別人 然後再找客人買 其實這個是 做什麼都容易 是賣難的 是賣難的 我可以做一千件就可以 做什麼都可以 做十萬件 就是要找合適的人來買 是有些難度 這個一定是有個挑戰 當然你本身幸運 你做了十幾年 有一班的客帝 是有些客帝 還有你本身 你最重要的是 你的產品 你有這個技巧 你上面能夠稍微設計一下 找師傅一起合作 做一些獨特的東西 在香港 我現在覺得做手袋 你都要做一個獨特性 如果這支你到處都有人用 你都未必喜歡 你就是拿出不足 跟別人撞款 我們這個系列 全部都可以聽到什麼 跟你想要的效果 尺寸和你做都可以 是啊 明白 如果當作自家品牌 那你剛才說 你有什麼 人家怎麼知道 你純粹擺在這裡 其實我們都主要是在網上媒體 再下廣告去做宣傳 是嗎 網上媒體 即Facebook Instagram 有人看到 宣傳一下 boost一下 讓人知道一下 所以變成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展覽會 會 我們接下來 五月都會在日本擺展覽 都是會擺這個系列 剛剛 對上 上年年尾 在台灣都擺了 明白 都頗受歡迎 因為台灣人原來都頗喜歡紅白藍 明白 另外日本人都很喜歡 我們下個月會再拿日本擺展覽 是嗎 OK 你這行的時候 又說說人事相關 請人會不會很難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在這裡 其實是 每個人都很想在這裡做 但問題是 他不知道實際上要做什麼 是啊 有幾樣 我想拜祭道師傅說 你要學幾年 我說你打算學兩三個月 你學不到東西 你沒有學兩三年 你又做不到什麼出來 另外就是 可能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他們覺得 是很好玩的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 你這件事不是一個玩 你是真的很專注 你想做 你想延續 你很有心機做 我可以教你 但問題是 我純粹想打發時間 那其實就是浪費大家時間 我也很有心機教你 其實是挺難的 你要找到一個正確的人做 而且本身他要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他才會做得久 因為做皮 其實我經常說 要一個耐性度很高 耐性和專注要很高 你才可以集中 那整個袋要做多久 如果這個做應該大概二十個小時 二十個小時 即是手工時間二十個小時 有些時候都要用衣車車 如果你完全手工時間 我想你雙倍是五十個小時 明白 嘩 二十個小時 那你每個小時一百元 到二千元 都要二千元 其實最低工資 香港都要多少錢 但是你沒有理由最低工資 你看 你有師傅來的 師傅來的 一百元都要二千元 那賺什麼 沒有什麼錢賺的 所以意思是成本高 沒錯 總之生意大 為什麼不賣得貴 因為他都不知道後面的成本是多高 你不可以拿我用大陸的價錢 來跟我在香港做個比 對 轉一點背景 回來這裡看到 所以我介紹多一點 你這裡有些自家品牌 又有 這些是什麼 這些我們有些都是自家品牌 但有些始終我們都做不完那麼多 都要跟廠拿些貨來 都要有的 你不可以 很難全部自己做 自己做不完 沒錯 另外有些人都會看價錢買東西 可能 有些人覺得 六百多元就不太貴 六百多元一個手袋 買一些便宜的 二百多元也有 一個迷你的銀包就198元 我看到這裡 有一個卡片套就128元 價錢挺大眾化 那客人進來想買一塊布酒 是不是買一塊皮酒 這類的皮通常是DIY 或者是愛好者 他就是整塊買完 然後拿回家製 製完有些人可能要削薄 再拿回來 我幫他加工再削薄 他就可以做些 譬如 因為銀包這裡要薄一點 外邊要厚的 他會視乎不同做的事情 再幫他削薄 明白 OK 那些人可能DIY 又自己喜歡去做 你用一個P的時候 整個process 你自己由朝到晚是做什麼 你由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 你做什麼 我一早上起床到晚上就回去開店 可能是幾點的 有問題嗎 由早上到晚 除了刹那洗臉 去廁所以外 我這個不需要知道 我應該是大概 幾點起床 我九點多起床 然後就 因為我這裡開十一點半 九點多起床 十一點點多鐘 就在這裏開閘 就在這裏開閘 十一點點多鐘 就回到這裏 拉完閘 這些其實都沒有什麼 對 然後我們就要上樓上 樓上就是看看 那天有沒有訂單 因為有時候有訂單 我們就要做 還有我們本身都會截訂單 那些訂單都是 所以訂單是訂什麼 通常是這些 不會的 這些不會這麼簡單 通常是古靈精怪的 例如 我最有趣的一個客人 就是拿著一顆金光棒 真的金光棒 我也要兩隻手拿 真的一顆鐵來 然後包著它 因為它其實是那些武士 那顆棒是拿來玩的 如果我有些特別的請求 可以找你 舉個例子 我想做一架皮的法拉利 你幫我做一架法拉利 那你又回到多少錢 沒錯 因為通常做的都是你外面買不到 或者你很有鍵念價值的東西 但是做的誰是你做的 那些通常我做 因為那些你要想好 你要想好很多東西 而且它一定找到你都不會簡單 我不是要做一架錢包 這些我閉上去都可以做到 或者這麼說 那你要想 將那些東西做得漂亮 OK 所以就是看有沒有訂單 然後我們有訂單 就繼續做一些訂單 另外就是 你真的很喜歡 對 另外你很簡單做 那你就要看那些賣場 有哪些要補 要吃 另外還有 網上也是我自己做賣的 你要看網上 有網店 有問你 有沒有人回覆 那又要覆覆 又覆覆了 然後就已經到吃飯時間了 那之後呢 那那些walk-in的人 什麼時候來的 通常會 就是吃完飯之後 那吃完飯之後 那些人開始來 又要下來一起 對 對 他剥皮 又要幫他剥 對 其實都要幾多東西 其實很多都是很小的事 但是都是濕碎的事 對 那之後收工幾點收工 我們這個時候 差不多7點半 7點半 拉閘 你以為是拉閘 拉閘 然後我們都要再想想 有什麼新款 又想想想有什麼新款 通常這裏走 都是晚上 可能9點多 因為你上面有工場 就想想想 那你又要想想 有什麼新東西出 或者要找有什麼新的工具 因為工具一邊有新的工具 但你要有些適合用 那你又要看 其實我們是收工 你都要想很多東西 是要 你以為只是你 我也是 不是 我每晚都是這樣 大家一出來創意就知道 我們不是收工 2、3、4、5、6天都這樣做 對 每個人都這樣做 不是 我在想事情 但是這裏 一、二、三、四、五、六天 是否星期六天更忙 平日更忙 什麼時候 通常都是星期六天更忙 六天更忙 即是有很多walk-in的客人 還有多些外區的遊客 明白 還有這裏有一間很出名的面 那些人事業面就會來看看 好 講到你再繼續走過去 站起來 站到悶了 上去工場坐 你再問兩句問題 好 先問問問題 飯店坐在這裏 那些貨 傳貨 人家被人買的 對 再問兩句 問完了 就說了 挑戰也好 或者是一些創業中告也好 坐在這裏 在這裏 說回來 請坐回來 好 趁這裏可否介紹一些工具 這些是怎樣的 這些就是我們叫做比較高級的工具 這些工具是怎樣的 這些工具是怎樣的 這些工具就是 這製皮刀 就是我們切皮用 那這些 你這裏有賣的 也有賣的 但是有些工具 因為Telemaid 製造 其實一把刀 可能有兩三千元 是嗎 對 一把刀都二三千元 對 這樣也可以 對 不是幾百元 對 因為你不是喜歡這件工具 我們會有些刀 特意找人訂做出來 打出來 OK 不用 好 另外這些刀剪 剪不同的皮 對 也有分的 對 然後很多時候 總之這些都是你自己 對 我自己按完印 然後切出來做牌 研究完 OK 好 好 來到這裏 所以這裏是你的工場 對 這裏是工場 以及我們製作的地方 工作室 對 剛剛稍為介紹過你的工作室 再說一下 這裏呢 做這門生意最大遇到問題 會是甚麼 皮革工藝遇到最大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 有甚麼問題 由你十幾年到現在 其實 我一想 其實除了做這些可以做些甚麼 我們會想一些 例如這些 可能大家少見 是嗎 OK 嘩 可能未必有人想到這個是皮 全部是皮 這個 這個是皮來的嗎 對 這個也是皮 我經常說皮的創作是無限的 我們 除了做實用的東西 這個全盒都很實用 當然 有些擺設都是可以用到的 對 我們會想一些 平常以外手袋的東西 會來做 對 所以從皮的層面 會去想多些不同新的產品 總之來 對 或者是一些 不要那麼寬寬自己做的東西 我經常說 因為我要做創作 我要做創作 對 變成 你真的每天在創作嗎 對 會一邊試不同的東西 是哪一種最好 譬如這些 就是我們之前有部機 打進不同的圖案皮革上面 對 這其實很簡單 但是問題 我覺得好像又不夠 總之我們會想到有些什麼可以跟皮結合 對嗎 譬如你木頭 又可以 膠 現在就在想 但是我想木跟皮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這個真的 皮革工藝 真的很重要 你真的是皮癡 你真的要很喜歡 對 你真的要很喜歡 你才會去想它的東西 可以怎麼變出來 好 最後三條問題 回望過去十多年的時候 最大做錯的東西 有沒有什麼做錯的東西 Lesson Learn 這個比較早一點 就知道 舉個例子 最錯的搬來大南街就錯了 又或者做地破就錯了 又或者其實最錯最錯就是 搞工作方浪費時間 回頭望 有沒有什麼覺得做錯的東西 你要想 真的做決策上的錯 決策上 找個partner就錯了 最討論他 其實暫時都 沒有什麼說 自己覺得是走錯了那條路 或者這麼說 Lesson Learn 對 有時候總會遇到 一些不太順順 或者是想要交貨 講不及給別人 你要想辦法解決它 但問題是 你最後可能 你打電話 很多朋友 行家 一起做完 都會有這些 我常常說困難 出來 你想到解決 其實那已經不是困難 你一定會過得到 除非它令你過不了 你才有問題 如果不是 其實我們叫做 認識的人 其實認識的人多 或者很多人做不同的行業 大家有什麼需要 找大家幫忙 或者做合作 不是說自然便宜 而是大家給錢幫忙做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 其實是互惠互利的事情 或者你有時候有些會 大家做不同的事情 你屬於飯 我找你做 對 從正面來看 過去幾年 你覺得這件事做 最適合 這件事做 最適合 在大南街開就最適合 最適合 就是研究這些皮 和膠的 crossover也好 或者最適合 就是現在開做自家品牌 最適合 最適合 就是做工作坊 養了一大堆客人 有沒有什麼回頭 你覺得最適合 最適合 疫情的時候 真的要開一間咖啡店 因為街上太多 因為其實完全可以消化到 因為很多人是等很多位 排在這裏 可能十幾二十個等位 間間都是 但如果想回 不是 因為你自己不熟 只不過覺得是挺有趣的 因為我對於有趣的事情 我就會很研究 然後專注沉迷 沉迷 你很沉迷 然後你又變了專家 我常常說你沉迷你就是專家 沉迷你專家 掌了一個手藝的時候 就找到食 然後想回 幸好那時候沒有做咖啡這行 因為現在你根本上看到 其實飲食是大家面對最重要的 咖啡是多人喜歡做 不是多人喜歡喝 就是多人喜歡做食 不是多人喜歡光顧新餐 只是多人喜歡吃 是很多人喜歡做的 是的 所以就變成了 好在沒有開 是的 就是有想到這年來做 好在就繼續專注你這個範疇 而不是什麼都開一點 也有的 可能雪卡也有做過 那又怎樣 有個好處 有個好處就是 你不開就吃少了 是的 你開了就吃多一點 還有因為它本身那個 疫情前和疫情後的價錢 是翻了兩倍 是的 所以現在都很難做 那行 對不起 現在貴了兩倍 是的 就是你買不到材料 有時候就是我們供應 例如我買一塊皮回來 以前買10元 現在要買20元 其實你不可能把那10元轉計 在客人身上 他們是不理解的 變相有些時候 有幸運又不幸運 到最後 有創業忠告 也算是做了十幾年 是 有沒有什麼成功要素 或者呼籲大家 做得生意的仇要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有時候都說 做生意真的不要衝動 就是大家要很了解那個行業 或者你本身的技能上 是你自己可以控制到你的門生意 就算任何人沒有了 你都可以做到的一半生意 譬如你有時候 那些人做餐廳 你不會煮食的 不要緊 我請人回來 那些師傅走了 那你這家工作只有學 那我覺得你要很熟悉你那一行 你才去創業 那就包無書 還有你真的要很沉迷 要花很多時間下去 你不要可能回朝一晚 人家放假你放假的 一定不可能 人家放假我才上班 那你才會做得長久 還有堅持很重要 難關一定會有 但是 是不是真的過不了 甚至乎克服不了 那其實一定有解決方法 整個困難 明白 那我要Briant多謝 一邊聽著我們在這裏講 又聽了一粒鐘 前前後後的時候 我們由12點半在這個店鋪 現在搞到 多謝Alvin 你現在搞到幾點鐘 我都忘記了 12點半 12點半 兩個半小時 Briant一坐下 由之前攝影師拍照 也好 訪問故事也好 到現在我們在Facebook Live 全程陪著我們 我想問Briant 你覺得他成功因素在哪裏 讓你想想 你訪問完之後 你覺得他做到今天 一定有他成功因素在這裏 因為我們現在 寫了一半這個叫做 《億戰復償的書》 找香港20國叫做 打不死的精神 疫前疫後 繼續做的時候 真的打不死 然後 既然是這樣 雖然來著書展 就會出書 目標都快要一萬本 如果你想預訂 或者是90 收到43 一個折扣價 100元 就可以訂到 去到Alvin 我覺得很重要 一件事 他想起 一看你 我會想起一個字 叫做 《 core competency》 即究竟核心能力在哪裏 當你有一個 《 core competency》 你有三件事 一 你有《 core competency》 就會將你帶領不同的市場 給你一個access 打入不同的市場 工作坊也好 新的品牌也好 因為他不行 也好自己能夠 可以得到出來 二的時候 當然要人客那裏 有所得益 人客的產品覺得美 人客覺得你的服務好 學到東西他才回來 還有第三 很重要的是 競爭對手不容易抄 我相信 當我和Brian 無緣無故上來抄你 要學這個手藝 容易嗎 三四年 要花一支時間 不是明天就可以做得到 你不是買完所有東西 你就會懂 不是買完所有東西 不是明天你開車仔麵當 我明天開車仔麵當 因為始終你要浸淫 你的手藝和邏輯上去 所以你的《 core competency》 非常重要 核心能力 可以讓你access 進入不同的市場 二的時候 人客最終能夠得到益 競爭對手要抄 不是撒時間 那Brian你覺得呢 Alvin 最後 他今天還在做 成功的因素 是甚麼 給你咪 好 謝謝 成功的地方 我覺得Alvin 他有一種自己堅持的精神 因為創業真的很難 他自己是做了15年 在深水埗大含街 做了10年 其實那個自律性 剛剛他所說的 人家放假 他就要上班 然後人家開工 他也是要開工的 其實對我來說 任何創業最成功的條件 都是自律 還有堅持的 然後就是核心的競爭能力 還有第三件事 我覺得Alvin的眼光都很好 就是在大南街找到一個Niche Market 叫做里基市場 因為我自己也是做Online Marketing出身 其實我發現 要找很多定位 做Branding 怎樣也好 最重要是你自己 最主要的那個位置 你能不能做下去 因為很多東西 我們只不過是免費那種 塗蜜糖 做Marketing 但是最實在就是那件食物 那隻雞翅燒得好的話 塗甚麼蜜糖都好 都好吃的 所以我在這裡 我是非常之欣賞Alvin 他這個核心 他自己的精神 他那個堅韌 S.M. Wong 進了一個問題 問Alvin 你好 他有一個皮的手袋 希望可以改款 你能不能幫他改款 皮的手袋 通常我們都不做 為甚麼呢 是不是不做的 為甚麼呢 因為本身你買這個袋回來 你就是因為喜歡它的設計 才會用它 你要改它 通常那些人用舊了 用殘了 其實它用殘了 用舊了 你改了 其實它是會更加 即你都不會用得久 我相信 因為本身既然是殘殘舊舊的 你再用 改完 因為有很多客人問我 那些甚麼L牌 以前通常用舊了 想改 但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他們不理解 我首先改一袋 我把手袋拆完 然後再清潔它 我會給我一塊新的料 時間和工序多了 那價錢一定會貴了 他們是不理解 首先 除非他們很理解 另外就是說 做完這件事 有些人就會說 你這件事是假的 我又不想有這件事發生 雖然你的材料是真的 你自己用沒問題 但有些人可能會拿上網買 這個就會有一個爭執在 所以重新又再改款 收拾過花的時間更多 是的 它的價錢會貴很多 我都覺得是不值的 其實就不建議去做 但是坊間有些 我的袋用夠了 叫你翻身你有沒有做 都沒有做 翻身我都沒有做 因為這樣說 每一行有很專門的東西 翻身我認識 但是我們不是做很專門 就是我們的配套不齊 我沒有這樣的機器去做 所以我就是說 你那一行不專門 你就不可以搞 找一些專業的人 因為外面很多專門 是幫你改袋 或者洗袋 其實那些上網 你就找手對翻身 就有了 可以找的 所以你最專門的飯 是什麼 就是你找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都可以做出來 古靈精怪的東西 總之用最靚的皮 最配合的時候 都做出來 再加上你最近有一個自家品牌 就是老虎街 這個紅白藍袋 多光顧香港品牌 香港出產 他們就好了 多謝你 做多50年 做多500年 我應該50年都是在做 他說得很committer 他說最死的老的那天 都繼續在做袋 還在做袋 還在做袋 未必一定是大藍街 但肯定在做袋 這個很重要 多謝 謝謝 拜拜